柔软绵密的芋泥布朗尼体 甜而不腻的可可风味 奥奥饼干富裕的酥脆口感 打造出这款低卡诱人的下午茶点心 事情是这样的 过年被朋友投喂了一大盒甜蜜炸弹 可这样吃下去我不得胖死 那就给它变个花样然后送出去 首先得把小饼干拆分一下 我记忆中不是扭一扭就开了吗 这锅我的手可不背 可是不管我怎么扣牛掰车 轻轻一碰就裂了 嗨 反正我有一大堆 够我活活的 翻车马见怪不怪了 但是还是万万没想到 那就再温柔一点 轻轻地把莉莉挂下来 掰了十块 这就是我所有的成果 我本意不是如此 但事已至此 就只能取现旧国 索性把它们都撬碎了吧 好了 现在才是正片 今天的布朗尼体用芋泥来做 芋泥小脑袋门可以冲了 巧克力风味用可可粉来调 蜜力就不浪费了 可以来增加甜度 一点点牛奶或者植物奶 调整面糊的稠度 奶奶又给我送了好多土鸡蛋 但是个头小 所以我用了三个 那还是需要一点糖 来提升一下口感的 然后就开启搅拌筋模法吧 但此刻请停止发散思维 重点关注质地特点 如果想减少热量 该步骤可以省略 如果是投为朋友嘛 这一步可以让口感提升 不要联想 这里是把布朗尼装进模具 准备烘烤 表面抹平整一点 就不会浮向脸边了 然后把仅有的几块 完整的奥奥放上去装饰一下 烤箱180度 烘烤30分钟 除了拆小饼干浪费的时间 其他步骤都是具简单 有手就会 做了一定不会费 当然 有经济势 农仓两小时再吃 口感更好 绵密的芋泥布朗尼 参赐分布的小饼干 赋予丰富的口感 咱就说这些面 是不是一整个爱住 烘烤后 饼干都变软许多 风格很轻松 下午茶标配的茶饮安排起来 一整个配置回馈给朋友 全力没有负担 我绝不承认 这是我的小心机的 不过 还剩好多没有活活掉 你们有什么建议吗 大幕后评论告诉我哟 谢谢大家